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,60岁患有实质症的曾姓妇人,难忘昔日老家记忆,从台南搭小黄回高雄何载聊老家走走,结果计程车在何载聊来回绕路半小时,始终找不到曾妇的老家,最后司机报警处理,曾妇才结束这场意外之旅,计程车司机载住行动不便,需要赖辅助器行走的妇人, 向岗山景分局赤看派出所求助,司机指称,妇人在台南市区上车,要求载到高雄何载聊宇港,但未说明确切地址,司机不宜有她,就将她载到40公里远的何载聊宇港 但到了渔港,妇人不断置路,每次说的底点都不一样,司机载住妇人来来回回绕了将近半小时,最后将她载往派出所求助,处理远警发现妇人已有失之倾向,身无分文,未携带任何证件,也不愿告知身份,随身只携带简单换洗衣物和盥洗用具,经警方使用人脸辨识系统, 过滤约50笔相关资料,才查出曾妇身份,联络其家人前来领回曾妇的妹妹接获警方通知,还不知子子走失,她表示,子子二十几年前曾住在何载聊地区,离以后就搬到台南跟她同住,今年罹患失智症,三不五时就想回印象中何载聊的家,没想到这次真的拎起包袱偷跑回家 警方提醒民众多加留意家中长辈杭宗,避免单独外出,为预防家中失智老人走失,除可向相关单位申请爱心手链,QR Code不标,也可到当地警察局申请志愿者指纹那引荐档,一旦走失,即可透过比对指纹查出身份